新聞記事物來看是在講義市有一個名字在接受記家檢驗的學生因 在這幾天因為眼睛不爽快 但是沒辦法直接到病院來就醫 所以他就來掃過當地的衛生局增蓋 以視訊的方式讓講義記到病院的甘科醫師來看病 在這也是講義市第一例在記家檢驗期間掃過視訊來看病的個案 靠過視訊他輸一邊車家長協助車到處找到更完 一邊帶這名北斗問診 教義基督告別以用橫端視訊的方式帶這名北斗進行診療 就照在他的眼睛的黑眼珠從側面照就好了 上下眼睛照來拉開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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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哦 好 好 哦 好 對 不錯 下眼睛照來拉開一點 我看到了 還有下眼睛照來拉一下 了解说这个病人他初步的问题是怎么样 那透过视讯诊疗如果说他的病情是可以先初步处理的 我们就用视讯诊疗来处理 那如果说进一步需要处理的话 那可能还是要到医院 不过借由视讯诊疗呢 可以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 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防疫物质的耗用 随着武汉危险专举新闻 再来企家严育、企家家里的人数越来越多 没法度外出也不能够便宜探备 若是民众有看真的诉求 现在只要透过几个简单的步骤 就能较递相对的医疗主缘 未来如果有机会 也希望能较大到偏向 做好医疗主缘相对看少的地区 最新新闻专顺翁小船 加以此蔡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